拥有32年明代服务经验的议员张怀文即将卸下重任 由儿子林平阳继承衣钵为民服务 而立委傅坤奇也指出受封的相亲非常团结 呼吁相亲们能够全力支持林平阳 让他可以进入议会一起为花莲推动更多的政策 花莲现议员选举第三选区参选爆炸的情况之下 拥有32年明代服务经验的现议员张怀文 即将卸下重任由儿子林平阳继承衣钵为民服务 担任民意代表为民服务这个区块 常常陪同我在每一个角落为民服务 所以平阳他有着行政历练 他也有民意代表应该来为民服务的精神 谢谢各位长年以来对怀文的支持爱护 在这个32年的政治生涯里面 怀文总是认真努力的想把每一件事情做好 谢谢各位 我想人生的规划里面 我们希望让年轻人能够继续为我们地方上服务 所以特别推荐 我家的孩子也是你们的家人林平阳 同时立委夫坤姐指出林平阳是寿风的孩子 更应该要让我们自己的孩子长大 在区域的议员当中 寿风更应该要集中选票给林平阳一次的机会 也为他披挂彩带 平阳就是我们寿风的孩子 我们让我们自己的孩子给他长大好不好 给他滋润灌溉好不好 给他加油好不好 再为我们寿风打拼好不好 我们寿风来争光好不好 所以我们寿风箱的票不要跑掉好不好 不要跑掉好不好 要集中好不好 给林平阳一次机会好不好 给林平阳加油好不好 好林平阳动算林平阳 国民党华林县党部主委张义华 起立推荐林平阳 并以忠诚于孝子之门来形容 就足以表示他对于国家的忠 对于党的忠 因为平阳是我们后辈干部的 他也是黄荣华优秀的党员 有一句话叫做求忠诚于孝子之门 就是如此 平阳孝顺 最对国家忠对党也很忠 这样的一个年轻人 今天我们何其有幸 花林县我们的政治 我们的党 我们的国家在地方的清零人才 要一棒接一棒 一棒比一棒还要棒 平阳就是这最棒的代表之一 张元杰也表示 中门来自于孝子 并且呼吁所有的乡亲 能够为他支持拉票 同时送上马到成功的吉祥物 所以我祝福林品阳能够高票当选 最重要还是要请我们所有的乡亲 给他一人拉很多票 人人都给他帮忙 他才有机会 华林县客委会秘书长杨丰硕也极力呼吁 国民党需要年轻人 客家更需要年轻人 无论如何都要把他送进议会 国民党要年轻人 我们客家更要年轻人 所以我们无论如何 一定要把平阳送到议会里面去 来扶持宪政 宪元第三选区候选人林平阳表示 这是他第一次参选议员 也恳请拜托乡亲 更是呼吁乡亲能够坚定自己的力量 票投二号林平阳 那平阳在这边也诚恳的跟我们乡亲来请托 来拜托 平阳是第一次的参选 第一次参选花联先议员 选情非常的不一样 选情我要跟乡亲报告 选情也非常的危险 也恳请大家坚定自己的力量 支持二号林平阳 平阳一定会努力为我们乡亲来服务 那也会传承我母亲 延续我母亲之前所推动的各项建设 以及各项的福利 成立大会可以说是灌溉云集 再次显示出母亲张怀文在地方人脉 耕耘的厚实力量 记者临结收封箱采访的 好 起来